倾家荡产只为让病重的老父亲多活几天 结果父亲临终前将所有家荡给了堂哥 原来他也是父亲的儿子 怪不得父亲从小就偏袒他 想到自己这一辈子的苦 卯兔承受不住打击 直接晕了过去 卯兔 起来了 准备上路 卯兔突然惊醒 周围的环境十分熟悉 再一看 他发现自己竟然重生了 都什么时候了 还不起床 就你这样 能干什么大事 近来的人是卯兔的父亲徐东升 四十多岁的他正直壮年 看上去以表堂堂 十分有威严 这是要我去哪 瞧你 昨天不是说好 你去砖窑上班吗 睡一觉全忘记了 卧槽 这不是唐哥徐大明 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吗 上一世让我去砖窑打工 供徐大明那个王八蛋上大学 我还纳闷呢 到底谁是亲生的 没想到看似正经的父亲 竟然做出那种事 哭了 我不去 你说啥 我不去砖窑班砖 你说的话就当放屁吗 昨天还答应得好好的 你以为这宫是你想上就上 不想上就不上啊 反正我不去 就在徐东升拿着鞋底 打算教训一下卯兔的时候 一个中年妇女走了进来 正是卯兔的母亲张金芳 一大早的 儿子都要走了 你妈她干什么 哼 这混账东西 出而反而 说不去砖窑了 这去砖窑哪里不好了 多少人打破头都想有个工作 这好不容易脱关系给她弄得名额 说不去就不去了 这时外面的人都听到了 纷纷走了进来 徐卯兔 你又发什么疯 你都快十八岁了 村里像你这么大的小伙 谁不干活呀 你这是要干啥 是徐家老太太发飙了 不去 这工人我不当 我睡了一觉想通了 去砖窑班砖 哪有当大学生好 我要像大明哥那样 去读书当大学生 混账东西 你以为这大学生有那么好当 要不是当年我爸自作主张 把我读高中的名额让给他 搞不好 今天这大学生就是我 徐东升这事听不下去了 直接将手中的鞋子扔了过去 卯兔一脚将鞋子踢飞了出去 气得徐东升火冒三丈 抄起个小板凳 向卯兔砸来 结果被张金芳拉住 别打 别打 他爸 既然卯兔不愿意去就算了 用不着这么动手 有话好好说 哼 这混账东西 三天不打 上房接瓦 你看你生了个什么玩意 张金芳也不敢和徐东升顶嘴 连忙来劝卯兔 卯兔 你别跟你爸对着干了 你服个软 答应去专窑上班吧 你爸也是为你好 亲 我不去 谁欠的债 谁自己去还 一旁的一个妇人 突然哭哭唧唧起来 说来说去 还是怨我家大明呢 大明 你这大学 还是别去读了 省得有人整天盯着你 处处跟你比较 此人正是徐大明的母亲周凤如 在当时的农村来说 还算有点滋涩 哼 不知道是自家老爸 喝醉认错的人 酿了大错 还是这周凤如 故以为之 反正是挺有心言的 徐老太真是愤怒的跺脚 不行 这学大明必须上 徐卯兔 你这个小兔崽子 赶紧滚去砖窑上班 一年不计三百块钱回来 就别想再进这个屋 好啊 不用等一年了 我现在就不想待在这个家 趁大家都在 把这个家分了吧 卯兔现在只想分家 他绝不会再让徐大明一家细血八皮了 你个忤逆东西 居然还要分家 有我一口气在 这个家就不许分 徐老太气的脚都要剁坏了 他一个寡妇 能撑起这么个家 村里人谁不夸他至家有方 他可不能让自己的美名被毁 数大分岔 而大分家 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 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 这像话吗 你们不同意也没用 我马上叫队长来作证 让他帮着把知识办了 如果你们都不分 我以后担过 我放在这边 我需要 并且也没用 你不喝 终于